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变得好玩了 你 失尊莫慌 我来解释 深正不怕影子邪 这块是刘影时 我拿来记录了当时的情况 此物可以证明我清白 完全是叶浩然 拿龙天衣的身体当肉盾 才害死了他 无稽之谈 当时战斗混乱 你怎么可能记录 对付你这种小人 就要多一个心眼 而且别忘了 你的血迹 在我的乾坤袋里 也可以说出一些真相 我 我 我其实想问 叶浩然 你有没有在意过我 哪怕 一点点 你这次来是什么目的 究竟是来救我的 还是单纯为了报复张义 雪姬还是这么在意 我对她的感受啊 这几年来 她一点都没变 雪姬 你真的讨厌 为什么每天都跟着我 因为 人家喜欢你这个弟弟啊 你身上的血迹很好玩 我在你心里什么地位 不如 你叫我姐姐吧 我能帮你变强呀 不用你管 我只想靠自己的力量变强 糟糕 砍柴师傅 扭伤的肩膀又开始疼了 你连普通的伤痛 都无法克服 我来帮你治疗 以后跟着我训练 你一定会从砍柴的入门弟子 变成厉害的 天宗的大师兄 谢谢雪姬姐 雪姬 既然你想知道 让我告诉你 这次来 我是为了救你 你在我心目中 一直都是最好的姐姐 姐姐 原来我在她心目中 是姐姐 我对叶昊然 确实更像是姐弟 而对张义 却是一种特殊的感觉 狗贼叶昊然 你竟然敢抢我的女人 啊不 是抢我的乾坤袋 活得不太烦了 竟敢抢大师兄的东西 张义好像很在乎 乾坤代理的女人 这逆途 我为她着想 把乾坤带给她防身 她却拿来装女人 到处招风拟地 哪有什么修道之心 叶昊然那般行为 看来真是 害我儿子的凶手 绝不能让 那个小兔崽子跑了 爹 我这个乖乖 不要瞎为父啊 你不是死了吗 我去 炸尸了 我之前为了保命 被迫用了假死之术 现在身体 已经恢复很多了 是之前对付张义的时候 一浩然的家伙 故意坑我的 我们去追那个家伙算账 传闻陈大师 是内境巅峰的高手 是当时最年轻的 画境高手 少年宗师啊 阴煞古变 什么东西 邪招 抱歉 对不住了 那家伙好像 只有原英雄呗 半个月连破三级 开挂了吧 开挂 我才不干那种丢人的事 我靠的是 抱大腿 嘿嘿嘿 小子 你要是不给钱 老子就把你扔回海里喂鲨鱼 好 陈医生 你快想想办法 会治病 开什么玩笑 我去 不过你这是一路开挂到现在啊 双双变这么牛的 看我仗见都市 成就 最强神王 你们竟敢加害无欺 最不容忠 就连斗雀公的孤舞巅峰高手 也做不到这种程度 若是他们无法给出一个令我满意的几事 那就只能 灭足了 大祭司 他真的是预言之子吗 是说这个东西吗 跟本王手上的是一模一样的 为什么本王召唤出来的 是一个废材人族啊 我老婆是魔王大人 每周五日 上午十点更新 不要错过哟 先门弟子来到都市 竟成豪门气哨 我本低调 逼我嚣张 既然如此 我便猖狂 最强气哨 火热开波 一样的热血 不一样的 崛起之路 邪鬼 圣灵的刚 解锁漠视的九十九个女主 世人都说玄家玄虹武功在世 你是说 玄姬和那个叫殷姬的女子纠结了 何时才能为您报仇吧 流浪孤儿竟能手刀并除 要想当神医 可不能只懂医术 妙手神医 北周二 周四 周六 更新一集 火爆上线 等你来看 二十三十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